受到疫情的影响 就业职讯服务处说明过去都会举办的 年前大型征裁活动暂停举办 但还是持续协助求职朋友没合工作 市民除了可以到求职服务站申请协助外 也能透过线上方式来越南厂商资料 让求职市民更加便利 为了满足市民朋友年后转换跑道的需求 过去在农历新年轻后 市府就业职讯服务处都会举办大型的征裁活动 但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 宣布停办年前大型征裁活动 但会持续的协助市民朋友求职需求 我们桃园市因为在农历年前大型活动都取消 所以我们大型的跟中型的征裁活动都暂停办理 但是没有关系要求职的民众 我们在中立桃园两个就业中心 仍然有小型的征裁活动 那年前一样也会有厂商的单一征裁 那要求职的话一样也都可以直接到就业中心 以及各区公所的就业服务台寻职 配合中高龄重返职场的补助政策 就业职讯服务处也说明 今年度针对中高龄市民朋友就职满一定时间 就会给予相关的补助津贴 先前受到好评的清零安心站就业奖励方案 也开始受理申请 符合需求的市民朋友都可以提出申请 因应中高龄就业促进专法在去年的公告以及实施 那我们桃园市首创有中高龄及高龄者 劳动力在运用的就业奖励计划 那我们鼓励已经退休的劳工 以及退出劳动市场 六个月以上的劳工能够重返就业市场 那透过我们就业中心寻职找到工作 那我们就业稳定三个月 那我们最高补助一万元的就业奖励津贴 在农历龄后也会依照疫情的状况 随时调整相关的求职活动 也建议市民可以多利用线上的方式 或是到就业服务站会有相关的专业人员协助引导 桃园有限新闻林瑞峰桃园传播达